謝謝 先請教一下非安會的主委 補優馬行政院調查事務小組的報告 看過沒有 看過沒有 報告黃委員 我也有這個輪廓性的了解 非安會就這個調查報告有沒有參與 被諮詢我們有參與 依照你的意見 這份調查報告符不符合你剛剛所講的 要客觀 要獨立 要公正 夠不夠獨立 客觀公正 以我個人的見解 還有非安會我們調查的經驗 不夠完整 不夠完整 是 好 來 請交通部的代表 上一次 在 補優馬事故 專案調查 在行政院 賴清德院長來本院進行專案報告的時候 我就講了 竹風洞有冷卻氣 長得這個樣子 你們在10月26號 出來的第一份調查報告 一句話都沒有提 等到我在又會總職群 揭露這件事情的時候 才承認說有 有這件事情 然後才把照片 在我的要求下面公佈 交通部 為什麼耐清德第一次 來本院進行報告的時候 對這麼重要的事情隱匿 當時不知道嗎 我想行政這個調查是由院裡面 所以不關交通部的事 當然我們需要提供這個 對啊 你還是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啊 耐心得到本院 來進行報告的時候 這麼重要的事情 為什麼知識不提 請得隱匿嗎 交通部是不是11月初就知道了 是不是 我想在這個行政院的專案小組 調查過程當中 依他們的要求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現在行政院的專案調查小組 跟交通部沒有關係 是嗎 當然我們要 我們有參與 而且要提供他們 對嘛 所以你還是沒有回答我的意見嘛 11月初就知道了 耐心得來本院報告 為什麼提都不敢提 在隱匿嗎 在包庇嗎 以為大家都不知道 你們11月初 開了主峰報的遊輪去 確氣就長這樣啊 來更可惡的 我質詢完了以後 你們交通部的鐵道局很厲害 躲在幕後 不具名對媒體放話 說沒有啦 日常沒有說要檢查啦 我事後問交通部 誰要為這個放話負責 你們的調查報告寫成這個樣子 一笑大方 連非安事故委員會的 今天都當場承認 不夠完整 然後呢 躲在媒體背後 不具名放話很厲害 誰放話的 調查出來沒有 我上次就已經問你們啦 到今天都不給我答案 誰放話的 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主峰報 他是要拆卸下來之後 是沒錯 看到他的狀況 是 所以可能在調查的初期 還沒有拆下來 沒有辦法確認這件事情 調查的初期還沒有拆下來 沒有辦法確認這件事情 分兩件事 第一個 11月初 拆下來 就已經看到這個了 接下來 我在院會總質詢的時候 我揭露了這件事情 你們躲在媒體背後放話 說日商沒有說要清潔檢查啦 誰放話的 先回答這個問題 不敢面對 社會公開的質疑 躲在媒體背後不具名放話 擦脂抹粉 推諉色澤很厲害 誰放話的 今天查出來了沒有 我從11月底就問這件事喔 問到今天還沒給答案 目前我還沒有這個資訊所有擦 還沒有資訊 一個月還沒有資訊 好來看一下 下一頁 結果呢 結果 我不斷的追 終於在調查報告承認了 維修手冊上面有說啦 要清潔 我們該做 根本沒有做 鐵道局 背後 在後面放假新聞 誰要負責 教練部需要多久的時間 把放這種假新聞 欺騙社會大眾 再次傷害受難者家屬的人揪出來 需要多久 這是你們調查報告喔 自己修理你們鐵道局的人喔 需要多久 放假新聞 欺騙社會大眾 需要多久 放這種假新聞的人查出來需要多久 我們鐵道局很會放假新聞啊 我們現在要全力查去假新聞 放這種假新聞在背後放話的人需要多久 我已經給你們一個月啊 到今天沒答案 需要多久 需要多久 好 很抱歉我現在也沒有辦法確定大概要 要 沒關係啦我會繼續追下去 回去告訴你們部長 一個禮拜之內 把人找出來 第二個 事故列車的有冷卻器 什麼時候拆檢的 可以啊 請他上來 什麼時候拆檢的 時間先暫停吧 事故列車的有冷卻器 什麼時候拆檢的 事故列車的有冷卻器 公文報告 我們是分兩次拆檢的 好那最後一次是在上個禮拜一 上個禮拜一 不是11月初就看到 一次嗎 這樣的照片了嗎 然後出事的主封簿 可以拖到上禮拜一 才拆開來看 你們有沒有搞錯啊 他因為有那個 車輛已經故障齁 拆卸的這個 吊掛的這個問題 所以做過一番技術的評估 我直接給你們講啦 11月16號 不僅是賴清德 在立法院裡面提都不敢提 長成這個樣子 更離譜的是什麼 更離譜的事情是 事故車把主封簿拆開來做 你們一直到什麼時候才做 按照你們工作小組的紀錄 12月3號才做 了不起啊 欺騙社會大眾欺騙到這種程度 第一次調查報告公布的時候 主封簿連拆都沒有拆 再往下 兩個故障的主封簿可以開車嗎 來 主封簿表態 來 主封簿四個 兩個已經壞掉了 可以開車嗎 那主封簿的作用是在 我知道啦 你不用跟我解釋主封簿的作用 講過很多次了啦 動力也好 煞車也好 都會影響 兩個主封簿壞掉 能不能開車 說 台北局有到嗎 事故發生到現在 兩推調查報告公布的哩哩啦 到現在我們交通部的大關 鐵道局的大關 你這句話都不敢講喔 按照你們調查事故的報告 兩個主封簿壞掉 開車沒有問題啦 動力還OK 這個結論是誰下的 你現在台鐵的SOP 是兩個主封簿壞掉還可以開車嗎 是嗎 誰要負責 調查報告可以這樣隨便亂寫喔 我為什麼說調查報告可以這樣隨便亂寫 再往下看 奇怪咧 你們自己的 有關於故障處理排除系統 告訴所有的人 兩個主封簿壞掉的話 MR的壓力沒有辦法建立 這是你們自己維修手冊上寫的耶 然後我們現在行政院公布最後詳細的調查報告 兩個主封簿壞掉還可以開車 你們到底在開什麼玩笑啊 自己內部維修手冊寫的 跟你的調查報告結論完全相反 你這樣的東西還敢公布喔 繼續欺騙社會大眾喔 為什麼在你們調查報告裡面 要寫兩個主封簿壞掉還可以開車 就是在遮掩下面這件事嗎 十二點半車入庫 四點半車出庫 入庫以前兩個主封簿強制停機壞掉了 從入庫到出庫這兩個小時 來 有沒有維修 調查報告半個字都沒寫啊 我看不到啊 我開了記者會 邀請你們調查事故小組的人 交通部的高層 誰要出來面對 我隨時歡迎跟你們一對一對談啊 沒有人敢啊 全部躲起來啊 來回答 這兩個小時 有休沒有休 不知道 副局長你不是調查小組裡面 非常重要的幕僚嗎 記者說一多話全部都你放的啊 跟委員報告 這兩個小時有休沒有休 沒有 當天的調查結果 那兩個小時沒有做任何的處理 壞掉 兩個小時沒有做任何的處理 為什麼調查報告不敢寫 為什麼不敢寫 兩個壞掉 兩個小時 車子放在那邊 沒有做任何的處理 調查報告為什麼不敢寫 來 事情還沒有結束啦 這個我前面就講過了啦 那個主封鋒其實兩天前就壞掉了 再往下看 台鐵你們調查報告說 司機在16點17分關閉ATP 隔離ATP 你們到4點47分才知道 真的嗎 台鐵是到4點47分才知道嗎 來我直接問我為什麼這樣子講 從17分到47分停了兩站 一個是宜蘭一個是羅東 我先請教 宜蘭暫停車 有兩個列檢員 A列檢員 上去第一車 那個是車尾 B列檢員上去第八車 那是車頭駕駛所在的地方 B列檢員有上車嗎 有沒有上車 奇怪的你從頭到尾查以事故調查 你應該很熟啊 到尾也有 他有上車 然後他也有看到 觸控螢幕有個故障燈一直亮 他有沒有看到 有 那個故障燈一直亮代表什麼 ATP隔離導致被員傾斜作動 不是嗎 他為什麼說到47分才知道ATP被隔離 B列檢員上去 是不是真的有上去 我接下來會調 車站的螢幕 我要看 那沒有關係啊 我假設你講的是真的 他有上去 看到故障燈亮啊 代表的那個被員傾斜的作動 是ATP隔離啊 什麼 調他報告說47分才知道 你騙鬼啊 說你呢 各位報告 那個故障紅燈閃爍是因為給ATP隔離才知道 對嘛 我們事後對於車輛設計的了解 那當時列檢員上車 他是不是能夠清楚到了解說 這個燈跟ATP隔離之間的關係 這個可能我們 並沒有去確認到說 這個列檢員是不是看到這個燈 了解到說ATP是不是就隔離 所以你們列檢員上去幹嘛 那個燈閃爍代表什麼意義完全都不了解 然後上去看 要看什麼 我老實跟你講啦 不要等到 到宜蘭站停車 16點10分 調度員A 你們的紀錄 上面的紀錄 跟你們所謂的 列檢員 在宜蘭上車以後 的內容 一模一樣 那很奇怪啊 你們的列檢員 不用上車 還沒有上車 調度員 在16點10分的時候 就已經知道啦 上面的內容 跟你們在調查報告裡面 所謂的列檢員在宜蘭上車 發現事實的內容 一模一樣 是直接把什麼 把調度員在4點10分知道的內容 抄到 他到宜蘭上車以後 列檢所發現的內容 是這樣嗎 是不是 那很奇怪啊 你們列檢員 逼上去以後 沒有發現新事實啊 所有的事實 早就在4點10分的時候 調度員 通報的紀錄裡面 上面全部都寫啦 你們以為怎樣 這些資料都沒有人會 詳加的去比對 詳加的去看 愛怎麼寫就怎麼寫 來 黃耳元 是不是第二輪再來發言 因為今天司法跟交通聯繫 今天可以有第二輪發言嗎 對有需要的話 我們就來第二輪發言 我第二輪發言我繼續問 等一下齁 剛剛沒有查清楚的問題 去問清楚 調查報告 第一次我已經很火了 第二次還繼續騙 你回去想清楚 第二封簡訊 列車無法修復 發出去了 整份調查報告 半個字都不敢提 在遮掩什麼啊